位于阿富汗首都科布尔的美利坚大学 8月24号晚间发生攻击事件 三名武装分子持枪与暴猎物在校园展开杀戮 至少有16人放生 53人受伤 这是阿博知名大学首次遭到大型攻击 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出面承认犯案 但当地恐怖组织塔利班 今年对阿富汗政府频繁发动恐攻 不排除是该组织所为 调查小组8月24号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 指出叙利亚政府与伊斯兰国过去两年 已发动至少三起化学武器攻击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指控叙利亚 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并要求安理会迅速采取强力的制裁行动 但过去五年俄罗斯不断阻导对叙利亚的制裁 能否采取行动仍有待观察 世界第一批无人驾驶计程车 8月26号在新加坡开始载客服务 六辆配有侦测系统的计程车 免费搭载获选乘客 尽管目前仍在测试 车内有驾驶与职员随行 但Newtonomy公司表示 目标2018年在新加坡 推出一支完全由自动驾驶计程车 所组成的车队 并预估将能改善塞车情况 看到ugi States 最新加坡 最新加坡 geri